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2月3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 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 咱们先看起条恒大的消息 恒大汽车就拟易交易条款修订进行磋商 至今尚未达至最终意见 就是恒大汽车在赶交所发布公告称 一,根据特别授权将相关贷款转换为新股份 第二,涉及建议将结欠中国恒大集团 取加印及新兴的相关贷款 转换为新股份的关联交易及特别交易 第三个,建议根据特别授权发行新股份及申请清洗豁免 第四个是,与债转股相关的特别交易至每月更新 在更新公告进一步内幕消息公告及中国恒大集团 内幕消息公告后 公司及认购方暂停就拟议交易条款修订进行磋商 但认证一支研究是否会进行拟议交易 至今尚未达至最终意见 若公司及认购方决定进行拟议交易 则彼等将研究并重新磋商修订交易的若干主要条款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云立物理的啊 实际上就是核心条款的一个 恒大汽车欠徐老板以及恒大集团 还有徐老板的白手套公司啊 什么新兴啊?就是恒大汽车欠他们钱 欠他的贷股 那恒大汽车没钱还呢?那怎么办呢? 就债庄把它变成恒大汽车的股份 这个怎么说啊?对恒大集团的债权人来说 现在你把徐老板靠边站了 跟徐老板没关系了 这个恒大集团已经被法院接管 实际上是债权人的 债权人的瓜分 恒大的一些权益资产 中国恒大对恒大汽车是债权 现在变股权 那对中国恒大的债权人来说 这肯定是不利的 当然我要现金好啊 你给我现金 咱们三瓜两枣的分一点 你这个恒大汽车的股份值什么钱呢? 你也不是特斯拉 你也不是苹果 这马上要 这恒大汽车会不会清盘 这很难说啊 是不是资不抵债啊 这都很难说啊 贬着你的股有什么用啊 当然了恒大汽车不这么认为 还认为自己还可以再抢救一把 所以第一个他要债庄股 那么债庄股呢就需要 赶交所的一些这个特许 就交易豁免 因为这恒大集团比较复杂 欠的钱款比较多 债庄股转贷还比较多 等等 还有一些程序 需要赶交所要进行特别授权 另外一部分 恒大汽车不在商谈什么战略投资者吗 恒大汽车要卖掉吗 又是中东的富豪 或者又是比其他的 他们现在正在磋商 到现在了还没有达成交易条款 那说明这事也不靠谱 纯粹有一搭没搭的在聊啊 这个恒大汽车到底有没有价值 现在很难说啊 保不齐啊 恒大汽车的债权人 突然跳出来 也深情 对恒大汽车进行清盘 这个都保不齐啊 主要看恒大汽车 它有没有可持续经营能力 还有没有救 它的净自然是不是正的 它都没有现金流 它跟恒大物业不一样 这恒大物业 如果把它漏洞给补上啊 恒大物业还是个肥缺 就是个现金流啊 它虽然估值不高 但是它每月 每年收物业费啊 它那么多业主啊 那就相当收税啊 这是个好活啊 关键把窟窿给补上 所以恒大物业 是个相对优质的资产 这里我再说一下 恒大清盘 光说恒大清盘 有很多人有疑问 我看很多人对这个不了解 没搞过破产 不太清楚 以为破产 就像那个枪毙 他把人给枪毙掉 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们先看看这个金流学家李道奎 他是怎么看的 大家看视频 有朋友问呢 我买了恒大的漆房 最近呢 香港法院向恒大发出了清盘令 这会不会影响我收房 先说答案 没有影响 首先咱们搞清楚 什么叫清盘 就是说呀 恒大要把它所有的资产 都变现 都卖掉 然后用来还债 那么为什么说 这件事本身不影响交房呢 因为啊 这里面有两个技术问题 第一个技术问题呢 就是香港的法院 要执行这个清盘令 必须来到内地 跟内地的司法机构 要进行一个配合 而第二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内地去年4月 最高法院出了一个解释 说什么呢 说是在房地产公司开发商 在清盘的过程中 首先他要满足的 就是那些还没有交房的消费者的主张 也就是说呀 还没有交完房的这些买房者 他对开发商是有最高的优先的缩取权的 住建部有一个数据说截止去年年底 350万套保交楼的项目已经实现交付300万套 交付率超过了86% 这是目前啊 这个我们的住建部门的首要任务 所以我也衷心的希望 网友们如果你谁手里还有这种期房 还没有完全交房 已经交了预付款的 我衷心的希望你呢 最后能够有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结局 网友朋友们有什么问题 请大家在评论区中提出 恒大清盘实际上跟内地债权人 跟内地的业主 理财投资者 三比较持有人都没有关系 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 他这个恒大清盘指的是恒大集团 就是在香港上市的恒大集团清盘 那个盘子清掉之后 以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家叫恒大集团的公司了 这公司是没了 当然也可能别人把它买下 愿意出钱 这个保不齐 但是应该是没有人会投资啊 就他没有投资价格 但是内地的恒大 比如说这个恒大实业 恒大地产 什么安徽恒大 江苏恒大 就是内地的这些什么恒大公司 他跟香港 中国恒大集团 他是股权关系 有的还是协议控制 都连股权都没有 BYI架构嘛 恒大集团应该是在 他的母公司 恐怕是在这个什么 殷属贵尔金群岛注册的 BYI架构 完了这个在香港上市 中国恒大集团 中国恒大集团 要么就通过协议 要么就通过股权 控制国内的 什么恒大地产 恒大什么实业 一堆公司 就很多人就被这个绕晕了 因为中国恒大集团 破产清算 那他下面的儿子 孙子都得破产清算 不是这样子的 恒大集团 对中国恒大地产 它是股权关系 那这个香港的法院 就要把恒大集团 对吧 持有的什么恒大地产 这股权给他拍卖掉 卖一块还是卖一个亿 那看谁来买 你爱买 对吧 你这要愿意出钱 你就买 有的人他就不出钱 他认为这个股份呢 一分钱都不值 我就不买 有人觉得他值十万 我就出十万买了算了 在国内的这个叫 恒大实业啊 或者恒大地产啊 这些公司的大股东 就换掉了 他大股东本来是 中国恒大集团 是许老板 对吧 现在他的股份被拍卖掉了 这个股份拍卖掉了 那股东换了 不影响国内 什么恒大地产 什么恒大实业 他的运作 跟他一点关于都没有 他这个名字都不变 他只是股东变了 你这个恒大地产 你这恒大实业 你欠谁钱 该欠多少还是欠多少 你该交房子 你还得给交房子 对吧 你付出去的 发出去的商票 你负责兑付 对吧 你这个发的理财 你负责兑付 一点影响都没有 香港法院执行 也就是把这个 中国恒大集团 他下面吃了 哪些公司的股份 给他拍卖掉 顶多干这个 把股份卖着 谁要买谁买 给国内的 本来是中国恒大集团的 子公司 孙公司 给他们换个爸爸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实际上 破产清算 他是调整 中国恒大集团 股东权益 还有这个 债券人的权益 是恒大集团的 股东和债券人的权益 再说详细点 就把许老板 给调整掉了 没了 债券人呢 也吃个亏 你本来是 欠十个亿的 现在能还你 三千万 就不错了 因为他没有什么资产 恒大集团 持有恒大汽车 多少股份 这个是资产 那你卖去吧 那股份能值多少钱呢 这恒大汽车 市值才多少 持有恒大物业 这个恐怕值点钱 但是 中国恒大集团 又欠恒大物业 一百四十七亿 等你把这一百四十七亿 还上 就又没什么钱了 所以很多人呢 他搞不清楚 为什么恒大清盘了 好像没什么动静的 没有什么要死要活的呢 按理来说 一说恒大清盘 恒大破产清算了 那这天大的事 其实不是的 对许老板是天大的事 把许老板给清掉了 对债权人是天大的事 债权人的债 打折了 缩水了 最后清产率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都有可能 跟国内没有什么影响 跟国内银行也没有影响 恒大集团 名下 恐怕没有什么资产 都是股权 都是持有这个公司股权 那个公司股权 他名下都没有土地 这些股权拍卖 能值多少钱呢 最终啊 如果这些股权都没人接卖不掉 那恐怕这个香港法院 他会搞个债权人持股文人会 或者叫持股平台 统一的把恒大集团的 这些股权都给接下来 搞一个什么信托一样的 就靠那个每年啊 这些恒大集团 这些股份呢 他恐怕三个两早 他能分红吧 分红的收益 拿回来给债权人 每年 对吧 按你的份额 给你分一点钱 那就是一个公益信托 这么个性质 实际上内地的啊 这些恒大的子公司 分公司 早就掏空了 哪有什么资产 都是忙着保交楼 都是债 所以说他的股东权益 分红 也是水中花 金中月啊 讲故事而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恒大清盘 在国内好像不是什么大事 没有掀起大风大浪 但是给那些民营房企 那些老板 敲下了警钟 你呀 你可能被清算掉了 你啥也没有了 说不定你还要坐牢 说不定你还背着一屁股债 那对恒大的员工呢 更没有影响 该干嘛干嘛 第二个新闻咱们再看看啊 说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今日公布消息 也就是2月2号 说中城性国际信用评级 股份有限公司远东资讯评估有限公司等6家评级机构被行政处罚 合计已罚款3446万元 这个处罚的原因比较简单啊 有比较多啊 就是什么未按规定办理备案 未按照法定评级程序 及业务规则开展信用评级业务 违反独立性要求 违反一致性原则 违反信用评级从业人员管理要求等等 这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两家 一家就是标普 标普是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 央行牛刀小事 罚他一下 这个某种程度上带有警告的意思 罚的钱也不多啊 这6家才罚3000多万 那标普能罚多少 500万钱不多 但是警告意味十足 不要破坏我们 这个整个国家洋溢在积极乐观的氛围之中 这种气氛 不要瞎贫瘠 是龙你得盘着 是虎你得握着 一切行动听指挥 没事多看统计局的官网 多看央行的官网的数字 看看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 不能自己闭门造居啊 所以啊 先罚一下 这个算是一个警告 中国人民银行2月2号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标普信用评级 应未按法定评级程序及业务规则 开展信用评级业务 未按规定向信用评级行业主管部门 或其派出机构报送报告 违反一致性原则 被中国人民银行出以警告和罚款 212万元 钱还不多啊 就罚了212万 对这个时任评级分析总监 罚款3万 所以这些国际评级机构啊 要将在中国接业务 数据显示 2023年12月至2024年1月 非哈市人员在哈尔滨购房共4650套 同比增长94% 另据机构数据 近两个月哈市租赁成交也出现增长 同比增加二倍多 据哈尔滨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3年12月至2024年1月 非哈市人员在哈购房共4650套 同比增长94% 媒体从贝壳网哈尔滨站了解到 受冰雪油不断趋热影响 哈市租房市场成交量不断攀升 在2023年12月至2024年1月 该网站租房成交量达2360套 同比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 租房成交量633套 上涨了273% 单从这数字看哈尔滨 那简直是叫逆风飞扬 因为整个一月份 全国的楼市都是断崖式下跌 都是下降了40% 50% 但是这个12月份 一月份哈尔滨的楼市 还是比较火爆的 这个非哈尔滨市级户籍的人买房 同比增长94% 这个数字啊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呢 就这些媒体啊 就专门靠这个来误导大家 抓眼去 首先第一个整个哈尔滨市 那怎么着它也是将近一千万人口啊 它现在只有九百多万人口了 这么大一城市 两个月多卖四千多套房子 这个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这叫九牛一毛啊 就这四千多套房 两个月全部是外地人 因为喜欢哈尔滨 喜欢那儿的冰雪大世界买的 那这个数量也不够多 谈不上火肉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 同比 那你比的是2022年的12月 2023年1月 那2022年12月 哈尔滨是不是在封城啊 外地人他不能去呢 外地人怎么在那买房啊 对吧 那这是疫情啊 大家都是足不出户啊 所以说你跟那个2022年12月比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看啊 这个数字就是媒体啊 就喜欢这样来拨眼球 误导大家 就有很多人他不仔细看 对吧 他就删断受骗 头脑一热跑去也买一套 这些所谓的外地人 也有很多恐怕就是在哈尔滨工作 在哈尔滨生活 人家本身就要在那买房 趁着现在 对吧 价格合适 真正有多少人是因为 喜欢哈尔滨这个冰雪 跑去买到房的 所以说这些媒体都是无良媒体啊 如果大家看看 就算了 那也行 就怕有人呢 他跟着跑去投资啊 还真跑去买房 就像那个2023年5月份 自博一样 我们再看看这个财经杂志啊 刊登一篇文章 标题叫 IMF对中国房地产提三点建议 保交楼居民贷房价 我们看看这三点建议是怎么说的啊 说IMF认为 房地产行业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在经济中占比高达20% 这个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 认为房地产行业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房地产将在中国经济中发挥更小 但更可持续的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 中国代表团团长表示 北京时间2月2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行第四条款 磋商报告发布会 IMF对中国房地产提出三点建议 其一在供给侧应加快出清陷入困境的开发商 并出台其他政策 为完工竣工的住房提供融资 以保障开发商有能力交房 即保交楼 其二在需求侧应放松抵押贷款限制 即松贷款 其三需加大房价调整力度 即减少房价抑制 IMF估计于疫情前比 当前中国新屋开工率下降了60%以上 截至目前 房地产投资可能比2022年水平下降30%到6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房地产行业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在经济中占比高达20% 对居民而言 疫情前的十年间 房价相对于家庭收入大幅上涨 消费者更愿意将大量储蓄投资于房地产 对银行和地方政府而言 对房价和土地价格持续上涨预期 得以使房地产开发商顺速借贷 土地销售则为 地方政府提供了重要的收入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 如果房地产行业调整幅度较深 速度较慢 或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 并在宏观层面形成一定的 负房汇效应 支持保交楼融资 IMOF认为 在供给侧 应加快出清陷入困境的开发商 并出台其他政策 为未完工竣工的住房提供融资 以保障开发商有能力交房 即保交楼 这背后是为购房者提供保险 使其免受开发商未能完成 所购房屋的风险 帮助开发商恢复信心 缓解销售压力 据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协家陆挺测算 近几年中国售出的七房中 完成交房的比例仅为50%出头 这影响了居民的购房需求 当前中国的七房市场 与期货市场类似 必须执行期货市场的纪律 就是一定要保证交割 保交楼市2024年 房地产市场初清的关键 他表示 另据媒体测算 从价格指标来看 截至2023年6月 中国最大的五家 无力偿还海外债务的房地产开发商的 合同负债总额为 2660亿美元 这可以粗略代表 他们已售出 但尚未交付房屋的总价值 新房交付不利 错创消费者信心 影响新房销售 这一情况已有显现 市场研究机构 克尔瑞最新数据显示 1月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 新房销售大幅下滑 这些开发商销售总额约 328亿美元 同比下降34% 创2020年7月新低 IMF认为 需要通过财政加货币方式 适度推进保交楼 此外 还应采取中央政府主导的综合战略 通过债务减计和公共资产出售等破产机制 重组不可持续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以减少地方政府债务存量 1月12日 住房和金融监管部门下令 创建有资格获得银行贷款的房地产项目白名单 上述监管部门要求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合作制定该名单 此前 中国中央政府已通过政策性银行和地方政府划拨了专项资金 帮助资金短缺的开发商完成项目预售的建设 此外 中国人民银行还表示 如果大型商业银行出同样的目的向开发商提供贷款 将向这些银行提供高达270亿美元的无锡贷款 IMF认为 在需求端应放宽居民购房贷款限制 这有望释放房地产市场需求 2023年 中国政府放松了中小城市一些购房限制并降低了房贷利率 不仅如此 此临近年末中国人口数量居前的城市北京和上海 亦降低了购房者首付比例 减少房价限制 IMF认为 加大房价调整力度也是体制房地产一个手段 价格充分修正后市场有望出清 交易量由此释放一些城市房价仅小幅下跌 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试图通过调整挂牌价格规则和指导来限制价格下跌 该机构表示IMF预计未来十年对新住房的基本需求预计将下降近50% 这与近期市场一些观点不谋而合 中国金融4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国图正传首席军事家高尚文认为 价格限制是导致中国一二手房市场交易量分化的主要原因 地方政府对一手房市场进行限价 价格无法充分修正 市场难以出清 导致交易量无法释放 市场不能发挥正常功能 调整过程无法顺利 彻底的完成 而二手房价格可以更加自由的下跌 一旦调整到合理区间 刚性需求得到释放 他说 根据高尚文估计 从便于收集的13个城市 政府以过户为基础披露的数据看 2021年以来 一手房交易持续缩量 到2023年大约缩到7折附近的水平 相较而言 价格限制较少的二手房市场 却显著泛量 从更大口径的科尔瑞三日城数据看 中国二线城市二手房交易量在2023年创历史新高 相较一手房从顶部下降到7折 2022年二手房交易量只下降到8折水平 且在2023年显著泛量创历史新高 IMF还认为 一手房市场还面临着结构性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进展降速 从未来市场对额外新住房的需求将减少 不仅如此 由土地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一环 如果房地产行业调整程度更深 花费时间更长 地方政府将面临进一步财政压力 从而产生不利的宏观经济负房贵效应 这就是财经杂志刊登的这个文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房地产提的三点建议 保交楼 居民贷 房价 第一个要保交楼 第二个贷款要放松 第三个 房价不要限制 这个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保交楼目前正在做 没有争议 房贷呢 也在放开 对吧 房贷的利率也在下降 这个也可以做 但是房价放开恐怕比较难 它没有办法一下就放开 只能一点一点的松动 房价一旦形成下降预期啊 实际上房子更卖不掉 就没有人会去买房子 明知房价还要跌 我还急着去买房 这是违反常识的 这是第一个 对吧 你想通过降价把房子卖掉 这个是做不到的 第二个就是 房子现在和土地啊 是银行一个重要的抵押物 如果房子降价 实际上就意味着很多人要破产 这更多的人 他有的人把房子抵押出去 借款 进一代去做业务 创业 开公司 但是你的抵押物贬值了 价格便宜了 那你就得给银行补充这个抵押物 要么就是给银行还钱 这就相当抽贷啊 那你说现在这个 实业目前是什么个情况 大家都是苟延残喘 都是硬撑着 这个时候银行还要抽贷 那不就是爆雷吗 更多的人破产 破产 那就是失业一家具 那大家更不愿意买房子 恶性循环了 房价一下跌 土地的价格也得跌 土地的价格一跌 各个地方政府手上都储备了大量的土地 都是以前拆迁拆的 还指标倒腾来的 它那都是有成本的 本来只是房价一涨 地价涨 它卖出去赚钱 现在地价跌了 它卖出去恐怕它还要赔钱 地方债更还不起 那地方政府这个收地啊 土地储备它不花钱了 都是有成本的 都是银行贷款 结果这个土地烂在政府手上 价格还降了 所以说啊 平均房价下降挺难的 所以现在就只有牺牲交易量 就这么耗着 时间换空间 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